Hi 大家好 我是厨娘朵子 还记得我17年的时候直播吃过15份甜水面吗 那个时候我才来成都 吃到甜水面就觉得 哇 甜水面真的好好吃 它的面条真的很劲道 而且它的味道也很特别 一口下去就感觉裹进了人生百味 真香 今天我要搞点事情 我要做一根史上最长的甜水面 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反正先做吧 来 开始 这些就是我准备的调料 八角 香叶 桂皮 橙皮 冰箱 肉扣 茴香 老抽 生抽 红糖 首先要放入400毫升的生抽 以及300毫升的老抽 接着再加入500克的红糖 这个用量是我自己的一个用量 然后再加入我们刚刚准备好的香料 别忘了要加薪水稀释一下 不然熬出来的时候容易糊锅 煮到这种大面积的冒泡 质地粘稠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到我们的揉面环节 先把我的衣服捣起来 我是准备了2斤的高筋面粉 2斤 加一点点盐 这样的话待会它就会有味道 然后刨个窝窝 加入水 面水比例是1比2 翻车 其实我今天是第一次货面 刚开始肯定会有一点干 但是你要多揉它就好了 一定要揉到表面光滑不粘手 我现在还是这样的 揉到表面光滑 按下去可以弹起来 面团揉好之后 就把保鲜膜拿上来 就 Ba08 让它醒半个小时 login 醒醒醒醒醒醒醒 叫你了 醒醒 这样对折 对折 再对折 这样的话就更筋道一点 网上说的 我夹到了 蓝猪拉面 我尽力了 已经很努力的让它再连成一条线了 我们去下锅 走吧 嘿嘿嘿 做好了 还是有一点点翻车 但是呢 我闻到味道 太香了吧 这个我搬不起来 一点也不与外面的差 反而更好吃 好香啊 太香了 都是面有点过于粗了 给你们看一下很简面 你们见过这么粗的面吗 我们今天虽然说想做肠的翻车了 但是不粗了 这个口感有点费牙 这个甜酱真的一绝 用来调什么红烧肉啊 红烧排骨啊 炒个菜啊 太棒了 这个酱油你们一定要做一做 真的它用处太大了 而且它可以放到冰箱里面 所以一两个月都不会坏的 我出来成都的时候 吃甜水面是每天都要吃 就每天都会点很多甜水面吃 你们应该也知道吧 因为我放了一点辣椒 它是以甜制辣 会有一点点微辣 但是主要是回甜的那种香味 而且还有芝麻酱和花生碎 如果你们有机会来成都的话 一定要吃甜水面 甜水面就是成都的地标之一 不过我发现真的每个城市 他们自己家里的酱料 像成都你们的酱料就是像这种 比较甜 然后带点辣 或者是酱油的那种感觉 然后重庆的几乎都是那种油辣子 满满多多的辣椒 好了 今天我的家大版甜水面就吃完了 希望除娘朵子能够带给你们帮助 那最近呢 我也有在家研究很多菜谱 以后也会多多带给大家 希望你们可以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